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 每周分享家庭美食 在山东这边每逢过年的时候都会炸一些油炸食品 这些油炸的食品是我们这边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油炸的麻花、麻叶、带鱼和肉盒 今天就分享一款深受大家喜爱的油炸的糖酥小麻花 这是一款制作简单材料简单的小麻花 首先准备一个小碗和一个电子秤 碗中首先加入50克的白砂糖 紧接着再加入1克的食盐 然后加入1克的小苏打 再取来家里普通的食用油加入60克 玉米油、色拉油都可以 最后加入120克左右的常温的清水 到这里我们把所有的材料简单的混合一下 然后全部倒入到面粉当中 面粉的分量是300克的中筋面粉 就是家里最普通的那种面粉 到这里我们所有的材料就全部添加完毕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材料活成一个不粘手 不粘面盆的均匀的面团 由于刚活好的面团筋性比较大 不易下一步 所以这里要自然松弛一小会儿 用保鲜膜包上它 大概松弛30分钟 30分钟以后取过来刚才松弛好的面团 这里不需要再进行二次的揉面 只需要取来一个擀面杖 把这个面团擀开就可以了 擀开的面积没有特殊的要求 如果我们在擀的时候 面团回缩证明我们没有松弛好 需要继续松弛 如果就像视频中这样 擀开之后不回缩 就证明面团松弛好了 接下来进行下一步 取过来一把刀 把食材切成长条状 纯手工制作的糖素小麻花 制作起来比较慢 所以这里不需要全部切好 边切边制作就可以了 切下来的分量有多少 我们来看这一步 需要把切下来的这一块面 把它揉搓成大概40至45公分长 大概有筷子那么粗的一根面条状 所以切的时候我们自己把控一下分量就可以了 揉成长条状之后 大家一定要看好 首先我们用手抓着另一头不动 然后借助手掌的面积 向着同一个方向搓4到5下 然后抓着两段拿起来 就会自然的盘在一起 然后再用手捏着连在一起的那一端 再冲着同一个方向搓3到4下 然后拿起来之后 还会自然的盘在一起 把两端的锁口锁一下 就会得到一根小麻花 这一步讲解的不是很仔细 但也没有做镜头的裁剪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 把所有的麻花全部制作好 然后起锅烧油 用中小火去加热 把油加热到什么程度 筷子放进去有轻微的冒气泡 这个时候油就加热好了 把刚才的麻花分批次的下入进去 刚下入进去的麻花是沉底的 大概用不了2-30秒的时间 麻花就会飘在油面上 然后我们继续炸 一分钟左右的时候 麻花就会轻微上色 然后直至把麻花炸成这种油条的颜色 炸好之后我们分批次 把颜色深的先挑出来 不一会儿我们的麻花就全部炸好 如果这一锅油只炸一盘麻花 那未免也太浪费了 明天还会分享一款咸麻叶的做法 之后还会分享肉盒的做法 这样我们一锅油可以炸出很多的东西来 增加它的利用率 炸出来的麻花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 好了 今天的糖酥小麻花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 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材料也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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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